请问上师 立根基的人如果修剑门 有什么过患吗 如何辨别自己的根基 人的根基在仪式当中能改变吗 人对根基当然是可以改变的 人的根基就是因为人的根基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修四家心五家心 如果是人的根基不能改变的话 就是修四家心五家心是没有用的 是可以的 怎么样知道自己的根基 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就听了一两词 像金刚经波尔经能够争武的话 这个是根基很成熟的 然后听了很多念了很多 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证武的话 这个就是说明这根基就不怎么样了 种种种种动物 就是论你 跟你一起玩这种 你算是什么 其实 是